名偶風雲匯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賣位收聽風雲谷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吐傑的Patreon和鮑偉聰的Patreon 也都是不同的層面不同的層次繼續深入分析一些意猶未進的話題 好了 近日 不要只看香港和中國 整個世界局勢 都是發生一些微妙的變化 最主要就是美國總統大選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年 各自和戰服或者備受欺凌足足四年的Donald Trump 最近的氣勢突然轉黃 根據民意調查 在美國七個民意搖擺州裡面 Donald Trump 那個民意的支持已經贏得六個 但是這些民意調查的結果雖然 現在有一點維持上早 還有有多可靠是不知道 但是隨著有幾個重大的因素 第一就是烏克蘭戰爭拖了超過兩年 美國和北約不斷向烏克蘭的澤林斯基提供軍事的援助 但是現在整個戰爭是處於一個僵持和膠著的狀態 甚至在前線種種詳細的報導 西方的傳媒比起兩年前的熱情和細節大為減少 我們所知最新的就是普京下令 是增加對烏克蘭南部奧迪沙度假海濱的城市的軍機 是增加了這個無人轟炸機的攻勢 另一方面 而習近平的軍機領導的烏克蘭軍隊 最近也發射一些越境的飛彈 摧毀俄羅斯境內的一些發電廠 而遭到北洋和美國的警告 說我給那些導彈給你 不要用來對付一些民用的設備 但是這個時候 特朗普是發表一個 是令到大局有可能出現改變的 一個新的想法 就是如果他是當選做了美國總統 他會向烏克蘭施壓 盡早結束這一場戰爭 是割一些地比 這個普京來交換和平 特朗普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一點都不太奇怪 只不過扎倫斯基 在希臘出席著一個經濟論壇 對於特朗普這一番最新的言論 他的態度是相當溫和的 他說會樂於聽取 雖然他說現在特朗普沒有正式向他知會 如果他做了美國總統之後最新的立場 但是他會考慮特朗普所提出的新建議 他也會考慮特朗普還有特朗普也會考慮特朗普 他會考慮特朗普也會考慮特朗普 他會考慮特朗普的政策 現在的政策 你看清楚才好 制定一個在政綱裏面對护克蘭的政策 如果特朗普的政策 如果特朗普的新的护克蘭政策出籠的話 特別在今年美國的大選年 很多的選情激烈的時候 也會考慮特朗普的政策 肯定會對护克蘭的政策 越南的戰局甚至是普京的想法 乃至牽連到習近平在中國方面的戰略後上 是會帶來非常之深遠和微妙的影響 是不是呢?鮑先生 俄羅斯攻佔了東部城市阿夫迪夫卡之後 現在雖然戰局陷於僵局 但是在星期四俄羅斯發動了新一輪的飛彈襲擊 據報超過80支導彈和無人機 專攻擊烏克蘭的能源設施 而在基庫南部一間最大的電力發電廠 也遭受到完全摧毀 破壞程度是不可修復的 現在俄羅斯除了在戰場上的步步進逼之外 還集中攻擊烏克蘭的基建 包括剛才說的發電廠、橋樑 還有很多民生設施 令到基庫和扎倫斯基真的受到雪上加傷的影響 所以值得留意 除了川普未做美國總統之前 已經提出要烏克蘭可能作出各地的求和 連北約的秘書長斯坦伯格也會提出了 他說烏克蘭雖然很努力抵抗俄羅斯 但是如果要結束戰爭 烏克蘭在未來不能不在談判桌上 作出一定程度的讓步 這個繼教宗之後 更加一個重要的人物 就是北約的秘書長 也提出烏克蘭可能要讓步 而怎樣叫讓步呢 他說歸根結底 這個是由烏克蘭自己去決定 作出甚麽的妥協 我們需要他能夠在談判桌上 真正取得可接受的結果 這句說話的同時 也都傳出消息 土耳其的總統埃爾多根 也都願意擔任調解人 作為雙方的和談 現在似乎一個停火或者談判的格局 現在欠的是什麽呢 欠一個比較能夠和普京溝通的人 這個人會不會是川普呢 而川普能不能夠真的可以當選美國總統呢 這個可能對於整個烏克蘭的戰局 有一個左右大局的影響 陶先生 這個最新的進展對於烏克蘭來說 模擬在牌面上其實是輸了一半的了 因為比起兩年前一個長時期 習近平一直強硬堅持 絕不放棄半寸的土地 一定是要這個俄羅斯 扭出烏克蘭的東部 甚至是克里米亞 他說這個是絕不退讓 他長期堅持一個 是這麽民族主義和這麽強硬的立場 現在呢 就突然間那個口氣出現了重大的變化 相信會令到普京的莫斯科呢 是非常之覺得著弱 還有覺得自己呢 現在在贏中 雖然呢他也都招頭爛牙 最近呢是遭到這個音樂廳的恐怖襲擊 死了很多人 還有呢 他馬上徵召了15萬人去前線 但是始終呢 他在最新的大選裏面呢 是贏了的 你不要理他大選的選票有沒有造假 或者種種的民主 整個俄羅斯呢 是未見到任何可見的勢力呢 是反對普京呢 尤其是最主要的 那位呢 就是名嘴出身的反對黨的領袖呢 是北方的監獄呢 是神秘死亡 整個俄羅斯呢 是對於普京呢 那個權力的威脅呢 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牌面呢 是最小的 是比起一年多之前 那個前線的軍事領袖的政變 那個光頭佬呢 是引起西方的一陣子的亢奮呢 現在證明呢 塵埃諾定呢 就不是這麼樂觀 最重要的就是呢 這一場這樣的 久前這麼久的戰爭下去 雙方 特別是烏克蘭 陣亡的士兵呢 是已經超過10萬呢 流離失所的人呢 是數以百萬計 平民呢 死亡數字不知道呢 這樣下去呢 你要知道 就不是有多少個國家 好像20世紀40年代 中國這樣 八年抗戰呢 可以付出 兩千萬軍民的生命成本 那個時代已經過了 到了今天呢 全世界活在一個網絡資訊的世代 尤其是年輕人 在這個80、90年代 富裕的物質生活裡面呢 它不是說好像他們的阿爺阿嬤那一代呢 是可以付出這麼艱鉅的戰爭的代價 整個歐洲都是 尤其是德國 和其他的國家 所以呢 法國總統馬克龍 沒有多久之前呢 曾經發出強硬的言論 是說呢 一旦呢 這個俄羅斯再有異動呢 法國可以派出軍隊 去烏克蘭作戰 現在都收了聲 那最近這兩個月呢 很明顯 在北約的司令部 和美國 那個後方呢 是對於戰局的一個評估之後 是產生一些變化 如果不是呢 就是鄧帝剛的教宗呢 都不會放定這些這樣的氣球 但是 普京對於他來說 五月份 不要忘了 他呢 會訪問中國 在中國來說呢 他訪問呢 他帶著一種 就是勝利者的姿態 習哥 我呢 現在呢 在烏克蘭呢 已經大有斬莫了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 澤倫斯基 Donald Trump 和北約 相對那個態度的轉移 溫和 甚至是有半監牌的積住 是一定會令到普京是指高氣揚 帶著一個勝利者的姿態 衝都衝到這樣去見習近平 然後給膽給習近平 就會令到中俄雙方的結盟和戰略的合作 會加入新的能量 這個才是帶來遠的副作用和效應 Donald Trump回來的話 他雖然可以一時解決所謂的烏克蘭問題 假設習倫斯基聽他怎麼樣 他有沒有把握 把普京以個人的關係把他拉過來呢 對這個問題以前有一些跡象的 就是Donald Trump剛剛上任做了總統的時候 很多人都不記得了這件事 這個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 他一百歲就去年小小 他生前是曾經見過Donald Trump 見完之後有一種輿論 就是說按照基辛格生前這個戰略的政策 就是說他向來都相信三國演義的理論 美國應該是聯手 又或者是和一個次要的敵人 結為一個非正式的盟友 來對付主要的敵人 基辛格的得意資助 美國自從70年代初期 美國陷於越戰的困局的時候 他和總統尼克遜認為蘇聯 是威脅美國最大的對手 所以他秘密訪問北京就拉攏中國 就聯同美國來對抗蘇聯 這種戰略的軍勢理論 當然就不是基辛格發明的了 中國以前的孫子兵法 一早已經有了 但是這個談話當時是有沒有在川普的心中發酵呢 尤其是Donald Trump這個 是崇尚個人魅力和強人領袖的一個這樣的美國總統 他這種想法在四年之後回來 是否可以有效實施呢 經過烏克蘭戰爭兩年多 思路無功 他這種想法 如果實施 對於美國和西方所帶來的 到底是好處多還是壞處呢 我在幾年之前 我都在其他的電台節目那裡講過 烏克蘭戰爭 如果Donald Trump能夠連任 那些人呢是絕大機會是可以避免 就算當初爆發的時候 應該是Donald Trump 及早 那時候他雖然還沒有做總統 是代表美國和北約 是以一個前總統的身份 去莫斯科那裡參與滑船 如果他那時候 是用他的個人關係的牌 是和普京是及早講數 說不定 我覺得都有相當的機會 烏克蘭的戰爭不會拖延這麼久 不會拖延這麼久 不會拖延這麼久 就不會死這麼多人 我那時候在面書 在Facebook 和電台那裡都這麼說過 那時候 調停最佳的人選就是Donald Trump 但是你要知道 美國的政治是非常現實的 Donald Trump那時候的政治低潮 幾乎成為一個失敗者和落水狗 怎麼會有人 美國那些東西外的知識分子的智囊 怎麼會有人想到這樣的方案 現在呢 你猜不到被Donald Trump 是反彈 蓄勢 所以是回來 又是要他 在理論上 是要解決這個亂說 很奇怪 Donald Trump這樣說 美國的左翼這些傳媒 一片沉默 未見是一片激烈反駁之聲 反而扎倫斯基發出一個可以接受 不是可以接受 不是這麼說的 是可以考慮 還有他會樂於和他合作 這樣的氣球 那是怎麼樣呢 不禁令人會思考這兩年以來 西方、美國和北約在這一堆 不成熟和相對年輕的 以及以造蘇為主的政客領導之下 不只是烏克蘭戰爭 整個管治世界的格局 他們是否稱職呢 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已經說過了 現在呢 是未能解決 但是也都因為Donald Trump 密謀捲土重來 而令到這個問題更加迫切 和更加複雜的 是不是呢 除了政治的層面 究竟川普能不能夠做到總統 我們要留意軍事那方面 現在呢 剛剛在4月10號呢 美軍的歐洲最高司令 卡玉尼 就出席美國國會的眾議院 軍事委員會聽證會 這位盟軍 北約最高的司令 也是美國在歐洲的司令 他指出呢 這兩年多以來呢 其實俄羅斯的損失呢 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他大約只是損失了10%的機隊 而很多的軍事能力呢 未受到影響 他這次呢 簡直是提出警告 他說呢 現在呢 俄軍用遠程的導彈和無人機呢 隔幾天就發揮第一次大規模的空襲 壓倒烏克蘭的防空系統 甚至集中火力攻擊他們的能源設施 令到烏克蘭是無法反擊的 他舉了一些實際的數字 他說現在呢 俄羅斯是以5比1的炮彈數量去壓制烏克蘭 而烏克蘭呢 缺乏這個彈藥 他說幾個星期之後呢 這個比例將會變成10比1 就是說俄羅斯開10發炮 烏克蘭只能夠還擊一炮 他說如果這個情況呢 一定是不能夠還擊那個是輸的 這些呢 是一個在戰場上面呢 有練力和他們根據後勤的計算 他會做出一個鼓糧 所以他通過這個聽證會 其實是希望眾議院能夠 把這個彈藥撥給烏克蘭 但是很明顯現在因為政治的原因 美國不再提供彈藥 甚至呢 對於烏克蘭要作出一個領土的各樣樣步 那這個都是現在呢 美國的軍方呢 目睹到的情況 那所以現在呢 這個歐洲的北約最高司令的警告之下呢 其實你看得到了 烏克蘭現在正正陷於當初開戰 更加危險的景點 因為當初開戰的時候呢 北約和美國都是源源不絕地供應彈藥 現在反而呢 按住了那個荷包 不再供應 那所以現在北約的歐洲盟軍最高司令呢 才作出這樣的警告 那普京呢 那普京呢 在克里姆林宮呢 透過他的發現人呢呢 也都說 聽到 種種的報道 說Donald Trump有新的戰略想法 但是由於呢 未知道詳細狀況 所以呢 現在呢 是不能夠回應 也都不能夠評估 那雖然這樣說呢 你都可以感受到 或者想像到呢 普京在那裡偷笑著 那有種種的跡象 或者種種的傳言 到底你Donald Trump上台之後 你有什麼法寶呢 是怎樣逼烏克蘭去妥協呢 那北外呢 是幾樣的 第一 就是逼這個扎倫斯基 放棄烏克蘭東部的領土 任由俄羅斯去接領 至於這個克里米亞呢 也都是沒有辦法收回 只能夠默認 是給這個普京呢 是永久呢 是吞併為這個俄羅斯的領土 第三 就是Donald Trump呢 是將會 我猜 如果他做到 是向普京保證 是不會給這個 這個扎倫斯基 烏克蘭加入北約 是吧 那在這方面來說呢 就有些爭執的 因為呢 美國的這個民主黨政府 和北約方面呢 曾經最近呢 是兩個禮拜前放風呢 都還是說 是給這個烏克蘭 是加入北約的 那如果給烏克蘭加入北約的話呢 就整個形勢是不同的 那當然中間也都有一些 薄刑的條件 比如說 如果Donald Trump是一個 很懂得談判的人 不需要三個條件 是滿足了這個俄羅斯的 可以說 跟普京說 我給你永久佔領 這個克里米亞 和烏克蘭東部都給你 但是烏克蘭 會成為北約的會員國 那這樣又怎麼樣呢 所以這些東西 叫give and take 談判的東西 是吧 那當然呢 現在烏克蘭到底有多少 談判的本錢呢 也都不知道 但是還有一個副作用和危險呢 就是 如果你默認或者承認 普京佔有 烏克蘭東部和克里米亞 你有什麼的能耐 去保證普京下一步 不會對波羅的海三小國 或者其他的 在東歐方面的領土呢 是產生侵略的和吞併的野心呢 會不會他覺得這次他看到你二子底 或者三子底 原來你北約和美國 第一就是整天選舉 不同的總統上來有不同的策略 一時有鷹派一時有鴿派 如果是這樣 我是做一個萬年的總統和終身的獨裁者 我佔有這個優勢呢 既然是這樣 下次我就動波羅的海三小國了 所以就算了 特朗普回來肯同 普京這樣談判 立陶宛、愛沙尼亞 還有拉脫維亞 這三個國家的態度 將來也是至關重要 當然也牽連到整個北約 所以整件事到了現在的發展 非常之微妙 但是整體來說 對於扎倫斯基的烏克蘭 就不是一個好消息 當然如果戰爭可以 停止和實現和平 烏克蘭的人民的損失 人命損失可以即時減少 但是還有一個副作用 就是中國的習近平將會怎麼看 如果烏克蘭的戰局 在特朗普回來做總統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各地賠款 可以普京視為一個大的勝利 這個會不會誘惑到中國的習近平 這樣就可以了 我都可以照樣主管 在這個叫菲律賓或者台海 會製造一些事端 或者他放心去軍事統一台灣 到時普京的態度就非常之關鍵 特朗普如果你要這樣和普京談 一定有重大的交換條件 就是關門就說要普京 你不可以站過去中國那邊 尤其是絕對不能夠和中國結密 這個一定是特朗普 就是他現在受到這樣的一套 他現在受到那個袋子裡的底線 他不僅僅要謀求停火 他應該就參加了 併生格以前的三國理論 他就想以他的那種 就以前做地產商的 老闆的那種談判的那個技巧 將普京拉過來 普京會不會跟隨你這個算盤呢 這個也很微妙 因為我們最近看到俄中之間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好像長期那些人吹奏 想像到這麼親密呢 尤其是對於西伯利亞的資源 領土和中國的移民的問題 還有一些懸而未決的領土紛爭 雖然大家不出聲 是不是大家有心病呢 但是怎樣也好 如果美國總統大選年 白宮如果是更換主人的話 這個世界會迎來一個變局 先不要說整個美國國內那種日益嚴重的左膠 這種腐蝕 一定要一個新人上來收拾局面 你看最近哈里波特的女作者羅羅林 都很怒氣 他說哈里波特的電影裡面的三個主角 他們兩個竟然是公開去支持這些變性主義 是吧 令到羅林是和這兩個小孩子割席 羅林說女人就是女人 你不要想一些新的名詞 又說這些會來越京的人 我不接受這些荒謬的名詞 如果我表達我的看法 如果你要抓我去坐牢 我就去坐兩年牢 這個是表達到英語世界裡面的左膠 這個幾年前我一早已經預言了 是腐蝕到整個西方社會 特別是英語世界裡面的一些文化的核心的價值觀 這些全部都要川普上來 出來收拾的 現在他的氣勢如紅 也是因為這樣 這些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國社會文化內部的隱誘 這樣就會牽動到烏克蘭的戰局 是吧 當然現在一切是為時尚早 這個川普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贏硬的逆致 這個視乎看看他是選擇誰去做副總統 始終他的情緒問題 年齡問題 是吧 還有如果他再出來的時候 還是用回四年前那種專橫的風格 還有開足個大喇叭 每天發七、八條推特的作風是不適宜的 因為這個世界已經是處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了 一旦台海或者南中國海爆發戰爭 美國的總統就將會是西方整個陣營的最高司令 你問我 下一日美國總統當然要換人 換人應該換一個什麼人呢 是換一個退伍的軍人來做總統 不是 拜登也不是川普 因為四年之後 現在的形勢變成好像1948年 美國總統大選就雖然是杜魯門贏了 但是到1952年是到艾森豪代表共和黨 出來做總統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韓戰 韓戰打到1952年是非常艱危的困局 那麥克阿瑟是和杜魯門是大家有咬叫的 在這個時候隨時金日成 毛澤東和史太林的共軍是可以越過三八線 是統一整個朝鮮半島 在這個時候就需要一個真正強硬和鐵血的總統出來 那麽是艾森豪 艾森豪是曾經指揮過 參與指揮諾曼帝大反攻 以及擊敗納粹的侵略戰爭 可惜這些人才今天在美國看不到 在整個左翼的氣氛 在這麽強之下 這些下一代玩開TikTok的 也都不能夠接受一個軍人回來做總統的 這個也都是美國走向衰落的其中的跡象 但是無論如何選擇都不能選擇 要搞到川普回來 一年之後將會是一個什麽的局面呢 太多的未知數 未許令人樂觀 但是有一個變化的一個可能性 在遙遠的地平線那裡出現 也不是一件壞事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請記得加入封運會和like我們的節目 下一集我們再見 在這個網絡世界 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是 俯瞰世界的一個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麽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助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封運會 拜清德蕭美琴的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願意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令到藍絲 那裏抗拒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 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轉機 張武成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 是否覺得和劉淨和楊振 任何種類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跟隔壁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臨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臨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女不諱的角色 這個很明顯 其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梁民道 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我找你做光明鼎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就帶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偉倫 是黃偉倫 這幫全部叫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傢伙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剎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 約定風雲谷再會 一會兒